記者協會星期日中午發起反暴力集會遊行 將會由政府總部遊行去灣仔警察總部 而一批明報的前員工就擺街站 收集市民簽名及心意卡 支持新聞自由之餘 亦都向劉俊濤致疑 劉俊濤仍然在東區醫院深切治療部留意 情況由危態轉為嚴重 不需要再插口 而一批明報前員工在銅鑼灣設置街站 呼籲市民支持新聞自由 又收集市民簽名及心意卡 有市民就說對事件感到震驚 很希望警方今次真是悲喜心肝 好好做事 希望我們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都很支持香港的新聞自由 公民黨主席余若薇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亦都有到場簽名 令我們覺得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 是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我特別希望政府能夠透過實質的行動 去表現出它是真真正正捍衛 及保護我們享有的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 而警方昨晚再發多一張閉路電視圖片 希望聯絡途中曾經接載涉案人士的的士司機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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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